人人都花心,只不過花心的地方不一樣 我想大部分的女人都有髮型選擇困難綜合症 出門之前選擇衣服、選擇半天,頭髮整極都不滿意 為了變換髮型、漂染洗、吹夾拉湯、瘦髮位 我們經常搞些頭髮,累積損傷,你說頭髮怎會滑 今天QQ要和大家分享護髮素的多用途 很多時洗完頭吹完頭髮之後,頭頂的毛毛不聽話 不斷站直直直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擠一點護髮素,在掌心搓勻它 然後輕輕掃我們的頭殼頂,千萬不要太多 髮尾太乾,周圍飛,也可以在髮尾上揉一點 對手太乾,也可以用一點conditioner當作手霜 如果出外旅行要洗衣服,又怕硬滑滑有症電的話 是可以用護髮素,用來做衣物油順劑 洗完衣服,更香噴噴 有時噴在頭髮的Hairspray和造型產品是很難洗的 護髮素就可以幫頭髮落妝,令你洗頭髮的時候更容易 QQ家裏有很多BB公仔,就算不幫他們噴Hairspray 有時玩得久,頭髮都會結合在一起 如果沒時間幫公仔洗頭,我就會在小瓶裏面 然後再加點水,搖勻它,直接噴在乾的頭髮上面 無論是人的頭髮,或者是公仔的頭髮都OK 噴完之後,頭髮真的很滑 不過記住,凡事都適可而止 不要噴太多,如果不是,頭髮就會變油面 變換髮型,漂染洗,吹夾拉堂,受髮位 好好收護,油順洗,任君變身,慢慢看 希望大家喜歡QQ這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 記得Like和Subscribe